三月二十九日 在以新能源新基建新产业为主题的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会分论坛上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海良 分享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探索和经验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气候的变化 双碳目标减少 这可能是这个地球上住的人都要思考 都要面对 甚至都要拿出智慧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国能建近年来重点拓展绿色能源业务 2022年全年新能源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90% 获取风光新能源开发指标超过前五年的总和 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降落伞的这个它是怎么个能源 高空发电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把空中的这个风通过降落伞的做网乎运动 那么这个风的能变成机械能 机械能在通过一定的转充设备 中国能建投资建设的安徽济西高空风能发电示范项目 采用国内首创的踢伞组合高空风能发电技术 利用降落伞组吸收高空风能 通过缆绳带动地面卷阳机齿轮箱转动 将风能转化为机械能 并通过地面发电设备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从而实现稳定持续发电 当时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广的话 您看上的是什么呢 我们充分论证 低空这一块的资源变动趋向更大 不确定性更多 高空这个应用 这个风场应用的稳定性比低空要相对稳定 我们的效率会高 研究表明高空风速大 风能密度通常是地表风能密度的几十到几百倍 高空中所蕴含的风能 超过目前人类社会能源总需求的一百多倍 那就是自己就可以解决自身的能源问题 对咱们国家高质量发展新兴成真化 把岛屿的开发一些山区里面 就未来的使用场景非常大 因为有些国家国外也在做这一块 北欧啊 其他国家做 咱们做的很少 就我们目前这一家都做基层 所以我们呢 原来呢 对这块们认识早一点 所以就起步早一点加快推进 安徽济西高空风能发电示范项目 2022年1月开工 设计装机总容量2乘2.4MW 目前已进入发电调试阶段 核算不核算 现在做起来来讲 基本上效率上跟煤电的发电的效率都很接近了 未来的设备定型之后是划算的 是有非常大的前景 您说的未来是多久之后 也许应该三五年之后 那不远了 不远 并不是很远 为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作出承诺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的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全球碳中和目标下 包括风电 光伏发电在内的清洁能源 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成为大势所趋 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能源的构成 不仅有传统的化石能源 还新添了核能 风能 水电等等等等 这样的发展又是个什么样的现状 目前这几年 实际上前一段时间 我们可再生能源 新能源的这几年的增量是非常之快的 目前我们的装机容量 占到我们整的装机容量 我们达到47.3 那么这个新能源的增量 总的一年的这个量相当于什么量级 相当于21年整个欧盟27个国家 全部用电的总和 现在我们的这个光伏的构建 本是70的全世界的光伏的构建 都是中国体验的 就这个规模上 总体集成上 因为我们的量极大 我们接受的经验教训多 应该说我们的成套技术 应该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或者平均水平是领先的 与此同时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推动能源结构多样化发展 也是实现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 因为外面这个能源 深深地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不管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 那怎么才能够让它变得更确定一点 其实很多年前 我看总书记的讲话里面 多次讲到我们能源安全问题 原来我是搞交通的人 和并不理解 为什么总书记一再提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 一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感觉我们粮食也挺安全 能源挺安全 就是从外景或者是外行里面理解 走到我这个能源系统里面 随着我的知识的认知的提升 特别是国际大环境 不确定因素的一些变化 那真正是能源的安全问题 真是国家的一个命脉性的问题 我们搞多样的能源结构 能源结构的优化 那就是说你受质疑人的东西少 你控制我这两条我那有 起码我不至于说 完全把脖子卡住 根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合作组织测算 到2025年 中国发电结构中 煤炭占比将从2018年的66.4% 下降至48.8% 风光发电占比将升至约20.2% 到2050年 煤炭发电占比将大幅下降至5.7% 风电光伏发电将成为绝对主力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作为一个企业可以做什么 我们作为能源电力系统的规划 设计建设管理 甚至部分运营一体化的解决商 也是央企里面的国家队排头兵 就应该在规定的 或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碳大风 到60年达到碳中和 那么碳中和碳大风里面最重要的是 电力是主力 传统的能源电力系统怎么样升级 新型的电力系统怎么构建 新能源从规划到设计 到程序流程审批 到运营 并到国家电网里面 到最后走到千家万户 这需要时间 需要周期 这个任务压力大 艰巨 但是要必须地完成 您刚才说的是外部的压力 这是一方面 其实我们要从企业内生的逻辑来说的话 你们的动力又在哪里 那么我们出口的产品 如果不是绿色的产品 不用绿电 将来出口都会受到制约 再一个既然新能源的替代 和转型成为笔软 成为新的一个赛道 我们这种大的企业 可能在这种新赛道上 无论从自身的发展 还是从国家的使命 我们感觉我们应该挑更大的重担 近年来 我国除了在风能 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领域 进行全面的战略布局外 还重点投资建设了 新能源的储能项目 因为新能源受气候 季节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需要通过储能的手段 解决供应不稳定的问题 在构建新能源体系的过程中 新型储能 已成为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 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 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 那个叫做非补燃的空气压缩 压缩空气储能也是 把这个能转化为压缩的空气 然后带有强度的 100个大气压的空气 推动放弃了压力 又变为构建能 这是中国能建投资建设的 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位于湖北应城 2022年7月开工 这是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 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示范工程 压缩空气储能 是指在电网负荷低谷期 将电能用于压缩空气 在电网负荷高峰期 释放压缩空气 推动七轮机发电的储能方式 有新能源必须有很好的储能 我们原来用的比较多的 臭水虚能水库的原理 我们利用了化学储能 锂啊 钠啊 各种化学储能的这种场景 但中规这种受场景的象徵 有些可能用臭水虚能不具备条件 有些用化学储能 可能受材料的限制 受工艺的限制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多种储能方式的推出 成为必然 非补燃技术 在压缩空气发电过程中 不依赖煤 天然气等外部能源 既节约资源 又避免了补燃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问题 因此 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 成为新能源储能领域研究的重点 对于一个能源企业来说的话 到处都需要科技创新 怎么去平衡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 比如说化学储能 显然不出我们的优势 我们更多地用的压缩空气储能 这个未来的场景很大 所以价值也大 我们用重金进行通破 2022年8月 中国能建联合62家国内储能技术与装备企业 电网与发电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 组建成立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创新联盟 我也是储能联盟的理事长 为什么就把中国的各种储能的产业 都联系起来 既然是未来是一个大的产业 是个稳定的产业 就不能让原来碎片化的零散化的做 能不能更系统化 专业化 集业化的做 按照设计方案 湖北应城压缩空气储能电站 一期工程建成后 将在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包括300兆瓦级的单机功率国际领先 1500兆瓦时的储能规模国际领先 以及65%以上的电电转换效率国际领先 原来最大的是6万千瓦或者10万千瓦 一下子上升到30万千瓦 对成套的技术 成套的设备 成套的管理跟服务都带来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在前面 我们觉得再等等 再等多少年 我们可能这个技术就可能被别人超越 赢得领先 所以我们就加班加点地研究 这些方面有哪些突破点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投入就很大 继湖北应城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开工之后 中国能建又在山东泰安 甘肃九泉 辽宁朝阳 先后开工建设了三个300兆瓦级 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工程 有些技术不成熟的需要在应用中突破 而不是在实验室里突破 所以在这个应用方面的突破 我们之后旁贷 单的风险是什么 我们单的风险呢 你可能投入不成功 但是损失谁来承担 咱们国家的体制还有它的优越性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东西 国家在政策端是给一些支持 不是把这个负担宣布 转嫁给某一个开发商某一个企业 所以在政策上它也给一些支持 比如在土地价格的使用方面 它也给你一些政策支持 这样国家也好 地方也好 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共担 压缩空气储能等新技术 除了投资风险大 也面临着建设周期长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前沿的课题的话 您能心理上给它多少时间 你进行探索 因为企业也是要往前走的 我的确是要坐冷板凳 这一项技术我要突破 现在这方面大家呢 无论是政府我接待的 无论是我们企业 包括一些民营企业 也是成熟的标志 不会为某一件事 而改变它的规律 改变它的进程 我们说一定可选 不为哪个所动 这个调试要一步一个节奏的往前做 还不能急于求成 市场再大的需求 还得尊重规律 尊重尝试 否则呢 这个学费交得更大 这个浪费的时间更多 宋总您看啊 您是组织上 把您放在这个岗位的 打个比方您再任五年 但是一个科研项目的具体突破 需要六年 需要八年 那您是容它还是不容它呀 等它研究出来了 您走了 算是下任的 这个必须有 特别是重大项目 重大的科研项目都不能这样 现在我们国家也不是这个体制 都是一茶接着一茶去做 我们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 其中最重要的使命 跟后一代人留下什么 只要这个事有价值 有长远价值 我们必须要做 要保持定力 要保持耐心 而不是图一个表面的光纤 2020年8月 宋海良上任 中国能见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此之前 他有着30多年的 交通建设职业经历 从您自己的经历来说 应当说进入到了 一个新的领域 几年下来 你喜欢他吗 按照组织的需求要求 我交流到能源口 当时我来到 我还感觉到 我原来几十年的积累 专业积累 业务积累 人脉积累 管理积累 到了能源口 感觉到自己压力很大 挑战也很大 好像一来那几个月 一个月 睡觉的数量也会减少 不是刻意的不想睡 不是呢 睡不得觉 而是觉得事千头万绪 要学的东西 要学的东西太多 全新的环境 又是个大企业 对我的压力挑战很大 但是经过一段调研之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 适应之后呢 我感觉来到这呢 我是幸运者 本身这个企业 就是个伟大的企业 第二个呢 正好又碰到一个 叫封口啊 一个时间窗口 我们要能源转型 这个大的机遇 我赶上了 能够给国家做这贡献 我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能就怕没事干 而不怕事多 事越多挑战性越大 我们感觉 好像激情动力 更加激情满怀 更加有使命感 跟动力感 当下呢 围绕着绿色低碳 硕着智慧 共享融合 这三大经济形态 进行转型 成为时代的潮流 2023年3月11日 身为第十四届 全国政协委员 宋海良在全国两会 委员通道的集体采访中 描绘了绿色低碳 转型的美好场景 在内蒙古的乌兰茶部 中国能建建设了 目前世界最大的 源往核主一体化的 融合示范项目 我们的探索实施 用光复发电板 防风固土 来提高土壤的含水能力 更有利于植被的生长 羊放在光复区里放羊 可以提前两到三个月出来 这种创新的模式 一方面改善了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增加了牧民的收入 当地老百姓形象生动地说 板上发电 板下种草 草上养殖 还长出了智慧大脑 从而让大自然变得更加的无限美好 另外随着共建一带一路 深入推进和高质量发展 包括中国能建在内的众多中国企业 致力于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再到荣进去 沿线国家也从绿色低碳发展中受益 比如说我们在沙特 我们在阿联酋 现在我们承接的项目 我们自清的项目 我们的风光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的规划 设计 EPC管理 都是我们来承担的 那么做完之后 他们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他们这个电力公司的董事长 刚刚一个月前到我们的访问 有追加我们的项目 今年他们承诺 给我们50亿美元以上的项目 去年在疫情影响的情况下 我们新能源在海外的增量 Bend-6 这个增幅是非常大的 前几年还没这么快 这也是咱们国家新能源 这几年的进步带来的 也是一带一路走生走实的 一个逼端结果